黄小明、杨幂、杨子都已删除和赵薇有关的所有发文 现在赵薇的很多新动态 因为变化太突然 让很多网友都是一头雾水 但一个明星现阶段的演艺事业和发展趋势如何 看圈内艺人的表现 应该才是最直观的 比如在赵薇上了热搜之后 网友发现赵薇多年的圈内好友黄小明 删除了和赵薇有关的所有发文 如图所示 这是黄小明目前的发文状态 曾经因为合作、生日祝福、中餐厅而出现的发文 如今都已经烟消云散 不止黄小明 两位一线女明星杨幂和杨子的相关动态 也同样是上图的一片空白 杨幂在不久之前 曾出演过赵薇导演的听见她说 当时还发过一张亲密合照 而杨子说过很多次赵薇是她的偶像 也曾多次发文 且同样出演过赵薇指导的听见她说 但现在两人的社交平台上 都已经没有了这些发文的痕迹 与此同时赵薇的个人超话已经被关闭 而赵薇主演的一些影视作品也被三大平台集体下架了 如图所示 这些下架作品里还包括经典神剧《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萌萌》 各大相关评论区里 观众的评价也崩盘了 如图所示 评论区的网友 几乎全部都在吐槽和嘲讽 很多网友更是转发爆料 来表达自己的态度